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较半年之内是没有的 要换团队的一个完成情况 转账之后 如果团队业绩不达标 我一样是拿不到了 就6000块钱的工资 你们搞这个东西 至于吗 这是欺诈是吗 我真的是搞不懂 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去劳动仲裁的 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了 薪资拆分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保 也要按照最低的去交 不是按照工资基础去交了 对我们没有任何保障 我这次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反省 因为真的是太着急了 因为现在的上海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来讲 真的是挺难的 通过一下 就不见了 我的天啊 因为我的天啊 我觉得你们在这里也会有什么好的 在有什么地方 那儿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